印第安人也称美洲土著 从今上来说类属于黄种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清政府聂政王在风当国时期 墨西哥大革命时的几名国人在此遇难 于是在风派外交官欧阳庚前往墨西哥做交水工作 欧阳庚不如使命 他们也进行的十分顺利 墨西哥政府同意对遇难的华人们做出对应的抚慰与补助 原以为此时就此做法 当印第安人殷福布族人得知此事后 族人执意要见欧阳庚向他求助 求助内容是因为墨西哥政府屠杀了他们约750名族人 殷福布族人苦苦哀求 恳请清政府能够为他们做主并所举相应的补偿 族人还为此透露了一个事实 殷福布族人的祖先是一名商朝人 欧阳庚感到十分诧异 赶忙将这则消息通报给朝廷 不晓得是此时正是辛亥1911年 大清面临亡国之难 依然乱成了一波州 聂政王再峰更值自身难保 因此对于殷福布族人的身世之谜表示无暇顾忌 便告知外交官欧阳庚 印第安殷福布族自称是中国人的这件事 无异无拒 更何况他们的祖先早就深埋在历史的长河中 此无对整 无从查起 欧阳庚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 疑点神多 民国时期 欧阳庚始终担任墨西哥大使一职 他在大使馆中发现名为一种叫替柱的植物 这种植物他仅在老家广见过 墨西哥与他的老家又相隔数甚远 此处又怎么会有家乡的职务 让欧阳庚心中满失不解 之后 欧阳庚还发现印第安人的一名医者 也用T柱作为治疗外伤的药品 这令欧阳庚更加坚信 印第安人的祖先说不定真的是中国人 很多人就要问了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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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